2020年,谷歌发布了一项轰动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 这项技术叫AlphaFold 谷歌说我们可以用它来预测世界上所有蛋白质的结构 预测蛋白质中原子位置的误差甚至不超过0.1nm AlphaFold参加了预测蛋白质结构的权威考试CASP 成绩达到了90分 而这之前最好的技术也只能达到40分 这条新闻出来之后 有人说AlphaFold的出现终结了蛋白质结构的研究 而生物学领域另一种可以看清蛋白质结构的重要设备 冷冻电竞已经死了 要知道,发明冷冻电竞的三位科学家 在2017年才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仅仅过了三年,AlphaFold出现了 冷冻电竞就完了吗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 AlphaFold是不是真的能取代冷冻电竞 而这,得从冷冻电竞看清蛋白质的原理开始讲起 冷冻电竞,顾名思义,就是冷冻加电竞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句废话 但其实不然 因为它关乎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用什么东西观察蛋白质 二,观察蛋白质前应该怎么处理 在解答这两个问题前 我们先翻开高中生物 BQ1 里面讲过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 一切的生命活动 本质上都是蛋白质功能的体现 而为了正确的理解蛋白质的功能 从而解开生命的秘密 我们就必须先了解蛋白质的结构 然而,要真正看清蛋白质的结构 却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蛋白质这种生物大分子 它的直径最长也不过100纳米 相比之下 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光 波长最短也有380纳米 要看清蛋白质 还要看清里面的原子位置 而蛋白质相离原子的间距不超过1纳米 这就决定了 不论是人眼 还是一般的光学显微镜 都不可能看清蛋白质的结构 人眼好理解 显微镜为什么不行 这里要具体解释一下 一般的光学显微镜 都是借助脱透镜的放大成像原理 把样品放大给人看的 一般显微镜用的外部光源 都是自然光或者灯光 但无论是哪种 都会反过来制约显微镜的成像能力 首先我们知道 光其实是一种电磁波 而只要是波 就会发生一种叫演射的现象 简单来说 就是波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 有时会绕到物体后面 导致霉发形成清晰的影子 不过这种现象要发生 有一个条件 就是障碍物的尺寸 跟波的波长差不多 或者比波长更短 我们平时在显微镜里 一般看不到光波的颜色 这是因为可见光的波长 都远远小于我们观察的 一般样品尺寸 但假如我们观察的是一个 直径和光源波长 差不多的小圆点 我们在显微镜里看到的它 不再是一个点 而会是一圈圈波纹 点的直径越小 波纹的范围就越大 小到一定程度 我们在后面看到的 可能就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了 用显微镜 看蛋白质分子 就会是这个效果 要用显微镜 把蛋白质的结构看清 理论上得找波长 比蛋白质的原子间距还小的光 来做光源 问题是真有这种光存在吗 也好有的 只不过它不是一种真的光 而也是一种波 这里说的就是电子 没错 电子是波 事实上不光电子是波 我们自己也是波 像子力学告诉我们 任何物质都有玻璃二相性 就像光波即是波也是粒子 电子即是粒子 也是一种波 这种波叫物质波 所以跟光波一样 如果我们让电子穿过一个刻着两条狭缝挡板 也是可以看到和光波一样的干涉条纹的 而至于电子这种波的波长 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伊曾经给过一个计算公式 波长等于普朗克常数 除以电子的质量和速度 在这个公式里 普朗克常数和电子的质量都是确定的 所以电子的波长是由电子的速度决定的 而电子的速度又由可以给电子加速的电压来控制 所以理论上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调节电压来获得任意波长的电子 当然也包括波长比蛋白质内部分子兼具还小的电子 要把电子当成显微镜的光源用 一般是通过跟显微镜装上乌丝来实现 没错就是白质灯里的那种巫师 我们给巫师通电发光 这时候里面的电子就会不安分的跑出来 这个时候如果给电子外面加上正电压 电子就会被吸引出来并加速 把加速之后的电子打到样品身上 这样一台电子显微镜的光源就做好了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 因为电子毕竟跟一般的光源不一样 想要让它成能被肉眼看见的像 我们还得完成两项工作 一是把电子聚焦 跟用玻璃晶片弯着光线不一样 要弯着电子的轨迹 我们得上电磁场 因为电子带负电 在电磁场的作用下 轨迹会发生偏转 所以只要设计出合理的电磁场 便可以像聚焦光线一样 聚焦电子 第二步 因为人眼看不见电子 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底片 或者荧光屏这类感光材料 让电子打在它上面 才能转化成人眼可见的像 1931年 德国物理学家鲁斯卡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 利用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原理 到了1950年代 利用电子显微镜 人类第一次拍到了固体原子的照片 但是即便是电子显微镜 要拿来观察蛋白质分子 仍然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电子跟光不一样 电子不能在空气里传播 所以电子显微镜的内部 为了要让电子顺利通过 必须筹成高度真空 样品也要放在真空里 而这种高度真空的环境 会把蛋白质内的水分 蒸发得一干二净 蛋白质在油水和污水时 和污水时 和污水时 可能完全是两种状态 然而很多情况下 我们观察蛋白质 观察的就是活体的特征 离不开水 那怎么办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开头提到的三位 诺奖得主之一 瑞士人杜伯歇 就提出了一种方法 把蛋白质连同它内部的水 给一起冻住 之后再拿显微镜看 虽然但是 这个方法并没有听上去那么简单 因为水结冰之后 体积反而会膨胀 而这一膨胀后果很严重 我们可以试试把一颗白菜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 冻成硬块 之后再拿出来解冻 解冻之后你会发现三件事 一 冰化成水了 二 白菜蔫了 三 你妈要打你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 就是因为水结成的冰晶会把细胞给刺破 蛋白质的结构就被破坏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杜老师的方案是 趁水分子还没反应过来 赶紧冻上 只要冷冻速度足够快 就能让水分子保持原来液体时候的状态 形成非冰晶形态的固体 科学家管这种状态叫做玻璃态 要制备这种玻璃态的样品 具体的操作步骤是 用网状的基底吸附一层很薄的蛋白质溶液 再用液态以弯快速冷冻 让样品在0.9秒内从室温降低到0下150度 这样既能把蛋白质里的水保住 又能维持住蛋白质结构的完整 然后我们就能得到一份能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的蛋白质样品了 电镜有了 等动也有了 但要真正看到蛋白质的结构 还需要克服最后一个困难 就是蛋白质本身是立体的 那我们给它成像也得成出3D的像 不然就没意义了 为了给蛋白质拍出立体的照片 需要用电镜对冷冻的蛋白质样品进行断层扫描分析 这个方法其实跟我们在医院里拍CT是差不多的道理 就是对样品进行旋转 然后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拍一大堆照片 最后把它们合成一张立体结构图 这里难处理的地方是蛋白质不是绿巨人好客 它也怕辐射 如果每一个细微的角度都要被高能量的电子数轰一次 次数多了蛋白质分子是会被打坏的 为此科学家们又发明了另一种拍照方法 单立子分析 之前我们是把一个蛋白质分子分成多个不同的角度拍 单立子分析是把一个样品放进去多个不同角度的分子一次全拍到一张照片里 这种方法很好地保护住了蛋白质的完整结构 但它的代价就是计算机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了 拍一张照片原始数据就得好几百个G 因此现在一般的冷冻电竞实验室都会配套建一台大型机 甚至是一座计算中心来支持这种计算需求 从被发明出来到现在 人类通过冷冻电竞技术解析出的蛋白质结构已经超过了一万种 这次成果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进步 让我们对生命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同时他们还为很多重要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工作提供了指导 比如这两年投入使用的多款新冠疫苗 当初之所以能做到那么快的研发速度 都离不开科学家们利用冷冻电竞解析出的新冠S蛋白结构 它大大提升了疫苗开发的针对性 那么回到开头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AlphaFold会消灭冷冻电竞吗 答案是不能 AlphaFold之所以能够预测蛋白质结构 本质上靠的依然是如今做AI的主流思路 通过提前吃进大量已知的正确的数据训练出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再用这个基于以往数据培养出来的神经网络 去处理新的任务 对于碳白质结构预测而言 给AI训练用的数据 自然就是过去已经通过实验被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正是用冷冻电竞观察到的 然而很明显 其余以往数据得出的预测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神经率 特别是AlphaFold给出的不少结果 还跟真实的实验室结果差的很多 另外它是为了预测单一结构而设计 也没办法预测蛋白质与DNA脂肪等分子结合后的结构转变 科学的严谨性决定了AlphaFold给出的结果 依然需要进一步在实验中验证 而冷冻电竞这样的前沿器材 它是没办法取代的 当然如果哪天AI机器人能把做实验的部分也给承包了 取代冷冻电竞还是可以的 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要担心的可能就是更大的事情了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学到了些东西 别忘了点赞 关注 得个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